那么好的灯光应该录制多一集 所以这一集就跟大家讲的分享的就是XAVC的这个解码 其实当我们讲解码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不用PORUS 为什么不用RAW 为什么不用MPED2 为什么不用这些 为什么不用这些 你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 在数码时代有很多的解码 但是今天XAVC的解码 你说我才不要用XAVC的解码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现在很多电视台 至少在英国 在欧洲这边电视台 XAVCi的解码 已经被默认 已经可以接受 以前你制作一个短片 不是短片 或者是纪录片 你一定要在电视台播出 你一定要达到电视台的播出的标准 比如说它的播出标准 以前我记得10年前 就是MPED2 他们一定要35Mbps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些的解码 就按照电视台解码 所以如果你现在跟电视台 再申请一笔资金 比如说我要拍这故事 我要拍什么 然后电视台就给你这笔资金 你所制作的 就要跟着电视台的标准去播出 当然还有声音的标准 而这边就是讲的是XAVC 所以当你讲XAVC的时候 它其实它里面有三种的XAVC 它是一个很有效率的 算是一个很有效率压缩后的素材 当然它跟拍摄RAW这些不同 因为电视台所需要的跟电影不同 电视台要的最多播放的 所以我所知道的 现在在你们传播的 就是无线电传播的电视 全部都是8bit 就是没有10bit 当然电影院需要10bit跟12bit 当你拍摄的项目 是在电影院播出的时候 拍电影的时候 当然你就要需要这种的bit 但是如果就算你在电视台播出 其实8bit已经绰绰有益了 就算你拍摄12bit的素材 10bit的剪接 你最后还是要把它压缩回8bit 才去上交给电视台 如果你拍摄12bit的素材 你给电视台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reject你 或者是退回给你 你说为什么 我拍摄比你电视台标准还更高 因为电视台标准 它的播出的 或者它的所谓的控制台 未必能够支持那么高的解码 所以你要跟着控制台 就比如说你拍摄60帧 你的控制台就要支持60帧的回放 所以这个就是在直播足球的时候 他们就要支持可能60帧还是120帧的回放 就是当你拍摄的时候 它马上录制 所以就为什么当你进彩进球的时候 你10秒钟 它就可以回放之前的120帧的拍摄 但是是25帧的回放率 这样就可以看到足球慢慢的 好 这个就是今天的开场 然后讲回XAVC 所以XAVC的时候 其实在很早就出现了 那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 XAVC这个解码 在索尼的当时卖的相机是F5 不是F15 是F5跟F55 你说这是什么相机 如果你有记得看 舌尖上的中国 纪录片第一集 第一集的时候 他们去拍摄的时候 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F5还是F55 我忘记了 因为他最后他有一个纪录片的制作 然后看到他们最后有些素材丢失 他们在很病人的时候拍摄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索尼用的是S乘S卡 这个很贵 就是这个很贵 但是那时候出现 那时候我就看到他们用的是FF15 然后那时候 那时候F5 讲说F5是很大很长的 那个F5好像都要差不多10万还是20万 然后F55是更少一级的 就是差不多要30多万 我不再记得那价钱了 然后再上去 就是索尼的F65 F65就是索尼在差不多顶级电影摄影机当中往上的 所以索尼的F55 基本上是要跟ARRI抗衡 当然这几年索尼又出了一个索尼威尼斯 然后索尼FX9 是不是叫索尼FX9 可能是有兴趣的我要看一下 因为这个X9的价钱 它并不是要回 并不是要replace F5或者F7 它是好像一个新的layout 新的方向 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 好回到这边 所以刚开始XAVC这个高效率的解码 这个素材的压缩 XAVC是在F5和F15上面 那时候你要拍上电影的感觉 又要给电视用的时候 这F5跟F55 当时应该是差不多A7S出来之前 还是两年 那时候就是必须要用它 所以说你说为什么拍电视 但是它是纪录片不用阿里也有 美国那边就是用阿里比较多 但是在我记得如果 在亚洲的话都是F5 在英国很多当时BBC 甚至英国的一些的 私人的电视台 他们都是很多 camereo man 很多摄影师 就是专门被人家拍摄影 他们都是自己要买个 差不多20多万的FF15 帮人家拍摄素材 直到索尼FF7出来以后 他们就说怎么那么便宜 所以索尼FS7 当时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很便宜 那时候便宜到差不多7万块钱 你说怎么可能便宜 因为它如果没记错的话 FS7用的感光元件 就CMOS 就是F5上面的那块感光元件 不是FS5 FS5上面的感光元件 不是FS5上面的感光元件 跟FS7的感光元件不同 然后F65跟F55 他们好像是用同一个感光元件 我不知道 我忘记了 那时候我忘记了 但是我肯定的就是 FS7跟F5 是同一个感光元件 CMOS 就他们所谓的那个 negative或者是宽容度 很多色彩 但是不同的是 两个都可以拍摄 XAVC I 或者L 而F5 不是 F5的时候 它可以拍摄RAW 所以这个就是 但是并不是 当时很多人都愿意拍摄RAW 你说为什么不拍摄RAW 我告诉你在专业的心态当中 有一个够用就好 Good enough就好 就基本上 他不需要拍摄8K 他说我能够过得 这个就我能够及格就好 他不需要很大的素材 因为成本真的很贵 然后第二个 你储存 你如何保存 你一份素材的储存 都是很贵的 如果你觉得 我一直很好奇 你拍摄8KRAW 的那些人 你怎么保存你的素材 我们讲的是 当如果你是一个摄影师 你不应该删除你的素材 因为任何素材 将来都可以再卖钱 所以素材只会越拍越多 越来越贵 好 这边不是讲的 背靠素材 回到这边 所以当时FF7出来的时候 第一代出来的时候 他们XAVCI 所以FF7他可以拍摄两个格式 一个XAVCI 就是intraframe 就是每一帧 他都记录下来 还有一个FF7 还可以拍摄 XAVCL 就是longo 就他不是每一帧 就比如说你拍摄 每秒25帧 他不是每一帧都真实存在 他是经过后期筛选 比如说这个画面是25帧 但是你们看的这个画面 我周围的景色没有变 只是我的手在变 所以25帧的时候 第一帧 他就记录整个画面的信息 但是之后的24帧 就只是记录我手变化的信息 就后面的看了 他就要通过前面几帧的计算 后面几帧的计算 来去重新创造出一个假的帧数 给你回放 这个就节省了你的储存空间 但是压缩就更多了 所以当你拍摄现在BBC的standard 就如果你要拍摄一个纪录片 它的standard 至少要XABCI 这是最低的要求 然后当然你拍摄更高 也是可以 你可以转化成I 但是你还是要达到 就是这个是基本上最低的标准 所以这是为什么 如果你在这边 你要成为一个摄影师 要帮人家拍摄纪录片 F5 S7 或者第二代 就成为最低入门的标准 这个讲的是Ari Amelia Amelia 不是Ali Ali 是Amelia 另外一个就是长的 很多其他纪录片都是用这拍摄的 然后回到这边 在XABC就开始慢慢普遍起来 因为以前只是很高级的摄影机 才有这个数码 之后 A7S就面色 就我买的A7S 然后里面就可以拍摄XABC 但是这个不是I 这个是S 也是Longo 而且压缩的比 FS7压缩的更多 因为它是8bit 而FF7 第一跟第二代 他们拍摄都是10bit 所以8bit就 你会发现 A7系列的所有压缩 拍摄XLog的时候 就压缩的很厉害 差不多10 11 12档的动态范围 我不知道是不是11 12档 压缩到8bit的时候 所以当你后期还原的时候 就很辛苦 这是为什么当你同时A7S拍摄 或者A系列拍摄 跟FF5拍摄 FF7拍摄的时候 你会发现压缩最厉害的就是A系列 然后FF7压缩的最少 所以色彩还原的更容易 你说这个怎么理解 就好像你打包之前我讲了 我很喜欢 我觉得这个很容易理解 你打包一个满汉全息 给你一个最大的盒子去打包 你可以打包的很好 给你一个最小的盒子 中盒子去打包 你打包的可能没大的那么好 给你一个差不多那么小的碗去打包 你就要压缩的更厉害 然后后期你在还原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些的损失 或者有一些断裂的情况 这个就差不多像XAVC XAVC里面最好的画质 然后XAVC L就是LONGO 其实这个就是FS5跟FS5第二代 跟FF7都可以拍摄中间的画质 然后压缩最厉害最差的画质 就是A7系列 成了A6这样的系列 甚至可能是索尼RX0第二代 那个我没用过 但是差不多就基本上除了FF7 FF5以下的画质 以下的素材都是XAVC S的画质 你说不可以用吗 其实拍摄给YouTube绰绰有余 所以我的VLOG全部都是用XAVC S 就是我的A7S去拍摄 大部分都是99%都是用这 所以你们现在看的画质都是用这 是不错 它的素材储存的空间真的很少 因为它的它没有那么多信息去记录 所以你后期我拍摄VLOG 从第一集到现在这一集 哇如果是硬盘的话 真的是太贵了 你知道硬盘多贵吗 如果你一直想要上8K的素材 要不你的素材就是只是拍摄几秒钟 如果你拍摄一个小时 拍摄一整天 你每天拍摄10分钟 你的硬盘 你不删素材 不要说你拍摄视频了 你拍照片 你每天拍摄10张RAW的照片 你一年不删这些RAW的照片 你的电脑你就知道 你要买多少个硬盘 硬盘真的是很贵 而且你买硬盘 你还要备份 你备一份还是两份 真的是太贵了 所以我之前已经讲过 为什么我用XAVC S去拍摄我的YouTube 我觉得已经够了 因为网络的压缩 现在网络上无论B站也好 YouTube也好 连最好的YouTube好像只是支持4208bit 就你是看不到10bit的 在网络上 Vimeo好像是422 我不知道 但是Vimeo没那么赚钱 YouTube比较赚钱 所以如果我的收入比较主要来源是YouTube 我就跟着YouTube或者You站或者YouTube的油管的这个站去拍摄 我所需要的素材的quality 或者如果是电视台拍摄 这样子我的A7CA就未必能够满足 但是就用FF7去拍摄 所以你如何选择器材拍摄 是根据你拍摄是给网络看 还是给电视台看 如果你主要的工作都是给电视台 甚至电影 甚至很多其他的平台的时候 你要跟着其他平台需要去选择你的工具 如果你建的只是一个厕所 你不需要吊机 不需要挖土机 应该不需要 不需要什么爆破 对 你不需要那么大的症状 但是如果你建的是一个伟大的工程 你就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你要选择对的武器 对的工具 不是武器 对的工具去拍摄对的素材 所以我基本上拍摄Vlog 或者拍摄任何的这些视频 要的就是能够的相机 然后比较好的灯光 但是我懒惰就是设置一个灯光 跟我拍摄素材差不多一样 只是一个灯光都那么累 平时如果你是导演的话 就是差不多你讲就有人去做了 所以灯光师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短片 就他们灯光就有点像消防员一样 要几秒钟把C-Stand设置好 然后比如说这场地 我要转换灯光 如何转换 所以这个就是XAVC 对灯光要更敏锐的要求 你说那这样子 飞机 所以在我拍摄那么多视频 我开始学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这一集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灯光 第二个就是声音 声音以后后期 因为以前我录制的声音 从来没有经过任何后期的处理 其实声音后期还需要一些处理 叫Compression 就是你如何把声音再进行 Compression 是不是叫压缩 或者中文叫什么 你们懂的话底下留言 那我也学一学中文 所以这个就是XAVC 希望对你有个帮助 如果你拍摄网络的话 XAVC对网络是不错 但还有AVCHD 这个压缩太多了 没有人喜欢用 手机都是用这个 所以XAVC现在在欧洲这边 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主导的潮流 开始慢慢进入 Pores当然也兴起来 在一些的电影的项目 或者高端的项目 或者有钱的项目 可以储存 他们都会拍摄Pores 但是如果你是跟电视台合作 电视台要求的 基本上都是XAVC 至少XAVC 如果你给到Pores 他们当然也会接受 但是他们甚至可能会叫你 你把它转换成我们电视台播出的模式 就等于是你要把10bit 12bit也好 把它转换成8bit 再给电视台去播出 因为他们有一些的控制 好 这个就是简单的讲一讲 XAVC 其实我蛮喜欢这个format的 因为够小 但是又有宽容度 也有 也不容易 所以就这两年我练的就是这一个素材 如何曝光 如何后期制作 然后对电脑要求 对了 Intra-frame Long-gob 就是S的话 也是跟Long-gob 就是XAVC-L跟XAVC-S 也是一样的 没有中间针 所以你拍摄的HES中间压缩也是很厉害的 而Intra-frame 就是XAVC-I 就是Sony FF7 Sony FF7第二代 他们所能够拍摄的那个 是每一针都存在 所以Avid 当你放在Avid里面 Avid简洁 也就是当你一停下来的时候 就是那一针存在 就等于你看的时候 你一停就看到那一针 你一停就看到那一针 但是如果你是拍摄XAVC-L 或者XAVC-S 当你停的时候 就是你的时间表 那个一停的时候 它要根据前面的运算 后面的一针 它不能马上显示那一针 所以它要根据运算出来 才给你看到那一针的信息 所以就是为什么 它对你拍摄XAVC-L跟XAVC-S 对你电脑的要求显卡 要有一定的要求 不是什么电脑都可以剪接 所以基本上 MacBook Pro 15 2015年的以上 顶配的电脑都还可以 现在慢慢开始成熟了 好像达芬奇对XAVC的 之前好像有些问题 但现在达芬奇也修复了 Final Cut也是可以了 刚出来XAVC的时候 并不是很多支持 但现在慢慢开始 XAVC的技术 开始慢慢很多成熟 包括所谓LUT 包括所谓的曝光 但是XAVC的曝光真的很难 因为它的重度会变化的太厉害了 这个好像之前我已经讲过 XAVC如何正确的曝光 还有准确的曝光 然后你可以尝 你要尝试 我发现XAVC 无论是你用A7S拍摄 或者是FF5拍摄 或者FF7去拍摄 XAVC的曝光都有点不同 你真的是要一直在练习 一直在练习 你才能够很好的掌握XAVC这个素材 我也在学习当中 我并不是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我比我两年前的 我对XAVC拍摄更有一点点的把握 不是完全把握 好 今天分享 Bye Bye